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神秘的国度 试一下波兰赛 在一条神秘的小巷转进去 突然之间见到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沿着见到白色的建筑 隐约在窗里见到耶稣的画像 在这个教堂的旁边 有一个糊涂木色的木门 上面有一个黑色的信箱 大家准备好吗? 我们现在要进入教堂的地露了 今天来试一下这个隐世的波兰赛 里面的装修和波兰的餐厅一模一样 仿佛就置身于波兰的餐厅里面 今天我们来试一下波兰的猪手和波兰的水饺 它的菜单除了有英文之外 还有些波兰文的 这边上菜速度也比较慢 在等待的时候 那位游客就过来 点了这个5枝的蜡烛 烟火的烛光就为我们用餐打开了聚幕 来了来了来了 波兰的猪手也很大 真的有我儿子的头那么大 旁边就配以这个薯蓉 还有酸洋葱 12件的波兰水饺 看上去跟我们平时吃的水饺也有点相近 这个水饺有三款不同的味道 有菜鲜、肉馅和芝士馅 那菜鲜有菠菜和洋葱 波兰的饺子就不是很浓味 不会很咸 肉饺子的调味也比较单一点 就淡淡肉 比较粗厚一点 波兰饺子的外皮也比较厚一点 少许濕润的水饺 质感比较黏厚 粘厚一点 芝士的馅料就是有薯蓉芝士 淡淡的味道刚刚突出饺子皮的味道 比起我们平时吃的饺子 波兰的饺子就没有那么浓味 再来我们试试它的酸洋葱 很开心可以再试到酸洋葱的味道 发酵过的酸洋葱 它的酸味是零色不同的 每看酸洋葱细细一碗 已经足够中和 这个炸猪瘦的油腻感 这个炸猪瘦也是简单的调味 一切开的时候 有一股猪的酸味 波兰的猪瘦也是简单用盐去调味 好像连黑椒也没有下来 虽然不能比较在香港吃到的德国猪瘦 但这个波兰猪瘦有一股原始的味道 里面的肉质一样很软滑 很容易就可以骨肉分离了 它的猪瘦皮真的比较硬 用叉都夹不开 来这里仿佛去了一转波兰一样 可以吃到波兰地道的风味 加上充满圣诞气氛的装修 真的别有一番风味 这个冬天想感受一下异国风情 都不妨去试一下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分享订阅给个like我们 多谢支持 怡英脂羹料 and foodies 拜拜